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二陈思明和女三方斌涵的方辰式CP 前几期里这两个人还遮遮掩掩的 节目组也是一副欲说还修的态度 让CP粉很是恼怒 时常在官微下留言要求节目组不要保留全部放出来 或许节目组的本意是设立些剧本 让节目更有看点更有吸引力 像马子佳跟红橙橙缝乳纯那样 难以抉择的三角链 或者像罗岳佳 麦穗 陈叶雄 邓凯卫那样 剪不断理还乱的四角链 起初确实也安排了男四陈叶雄去追方斌涵 想尽办法要把方辰式CP拆散 可惜方斌涵根本不吃这一套 尽管被迫跟陈叶雄约会了一次 但是回到小屋后根本就不给他独处的机会 更何况还有马子佳 麦穗 一波又一波的助攻 让陈思明和方斌涵的感情迅速升温 谁也挡不住两人撒糖的节奏 节目组最终也只能让他们牵着走了 你们想咋地就咋地吧 反正想制造悬念的剧本已经被打破了 索性让你们自由恋爱去吧 这不最新一期节目里方斌涵也想开了 不就是来谈恋爱的吗 做真实的自己不好吗 所以陈思明胃疼 他心疼得急忙跑去买胃药 回来后逼着陈思明把胃药吃了 带着责备又心疼的语气对他说 你不是很会照顾人吗 怎么就不懂得照顾自己呢 网友不仅被这浓浓爱意的情话填晕了 甚至还感动得热泪盈眶 感觉自己都恋爱了 太有代入感了 方斌涵终于在节目中真情流露 这才是恋爱中的女生该有的模样 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陈思明眩晕了 他太需要分享了 关键是节目不让太明显呀 说出来不就等于官宣了 我们恋爱了 这五个幸福的字眼是需要发泄 需要释放的 恋人们心中的愉悦 只有得到分享 得到祝福 他们才会觉得舒坦 否则憋着太难受了 于是陈思明就把糖撒到了节目外 本期节目播出后 陈思明忍不住微博发文 最近有在好好做饭和吃饭 并配有菜式非常丰富的图片 及爱我一下下的真人照 这爱我一下下 跟节目中的胃疼一下下 而被方斌涵照顾是多么的呼应 这一波撒糖来得猝不及防 嘉宾们都忍不住跳了出来 难以马子佳当人不让 最先发言 吓我一跳 自从马子佳被网友冠以爱情保安 CP粉头的身份后 他果然不负众望 不但在节目里非常称职 线下也是无时无刻 都在关注兄弟的动态 天天都在等着吃糖 这语气明显就是以为 方尘是CP要官宣的意思 网友更是不饶人 要求马子佳展开说说 怎么就吓了一跳 女医麦穗则是惊叹地喊了一声 哇哦 并配上吃瓜的表情 CP粉实锤了 女似孔汝纯的发文 却极富深意 她很仔细地看了看图片说 有点辣哦这菜 并附上狗头表情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吃狗粮吗 留言区瞬间沸腾了 众所周知 方便还是湖南人 一来节目就说自己爱吃辣 成长生活在深圳的陈思明 为什么要做辣菜 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CP粉开心地 甚至筹划起方尘氏的婚礼 一致认为孔汝纯和马子佳 必须做主桌 安排得妥妥的 陈思明这一波甜蜜晒途 意图很明显 就是等不及了 想要大声喊出我们恋爱了 但又碍于节目的限制 相信嘉宾们和CP粉 都是一样的心情 想催着节目赶紧播完吧 我们都等着方尘氏CP官宣呢 在看心动的信号4时 不单纯是想看哪几对人会成功 实际上也是在观察 素人们交往的过程 毕竟恋爱是件很自私的事情 一下子让有竞争关系的9个人住在一起 成天形影不离的话 难免会出现很多分歧 可就目前而言的话 男生跟女生的关系很融洽 只是到了约会时 大家的小心思也就暴露出来了 方尘氏CP的两个人 方斌涵跟陈思明 自从认定了对方之后 眼里就没有融下过别人 本管是约会还是做早餐 吃晚餐 闲聊的时候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撒糖 导致整个小屋里的人 都开始刻两人的CP 表现最明显的还是男一 马子佳 马子佳在助力这一块 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 每次看到女三跟男二有矛盾时 都会挺身而出 她的这种行为 感染到了小屋里的每个人 这不在最新的预告中 方尘氏CP又撒糖了 当时女二红晨晨跟女三 在走廊聊天 看到男二陈思明走来后 晨晨说了句 我回书房了 留下私人空间 给陈思明方斌涵 来到办公桌前的陈思明 从包里掏出一个礼物 给了女三方斌涵 结果才知道 原来不久前 女三也送给男二 同样的一本书 只是两人送的版本不同罢了 陈思明看到自己 与方斌涵如此默契 送出同一本书 中英版本之后 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那个眼神 真的能把人看穿的那种 之后两人就聊到 两本书的不同 方斌涵觉得 男二送的贵一点 毕竟风皮是很硬的那种 之后男二就说 你这个手感好 两人一来一去的这几句 也非常的甜蜜 观众看到方斌涵 跟陈思明的关系 越来越好后 纷纷喊话说 我们就等他们扯正了 都已经填成这个样子了 再不官宣恋情 再不结婚的话就说不过去了 说不定会因为他们两人不扯正的问题 让人对心动的信号 这个节目失去信心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 像他们出道这种程度的人 早就开始办婚礼了 可两人还在这里撒糖 丝毫没有下一步的节奏 粉丝们也很理智 只是等着两人官宣的消息 自节目开始 陈思明就开始注意到方斌涵 到现在两人互相喜欢 这一步步走来也是不容易 只希望两人能珍惜现在的一切 好好培养感情 看看是否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 现阶段 两人越来越默契 感情也稳定了 就多去帮助其他几对 还没有确定下来的人 也算是增加节目的成功率 很少有恋爱类真人秀 让大家这么着迷 也正是有了陈思明跟方斌涵的 无限洒糖 才让大家知道 原来世间还真有真爱 或许他们相识的日子很短暂 了解的也不够深 可现在就这么默契了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只是不知道节目结束后 他们是不是会步入婚姻的地步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订阅